他正为老师也帮我们分析 什么样生肖命格的人 永远青春有活力 对 其实保持青春活力呢 他在这三个生肖命格当中的人呢 他都觉得人生要活就要动 尤其这一第一组呢 我们先看一下 生肖属蛇跟属猴的朋友 农历五月或八月份出生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不甘平庸动力始祖 为什么呢 属猴 长青大哥属猴 属猴跟属蛇的朋友呢 天生 如果你生肖有种的话 代表天生是劳碌命的啦 因为他不甘平庸 就是说他觉得人生到老 他要越活又有价值 所以他觉得人生一定要活就要动 所以他动力非常十足 不管他可能今天在工作上也好 甚至于生活上也好 或是结婚也好 他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个目标 而且这个目标呢 必须要到晚宁的时候 他都必须觉得这样才是人生 最大最大的一种价值所在 有目的性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看一下 如果你是生肖属猪的朋友 或属羊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早上或中午的 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出生 只时或是午时 创造价值享受人生 琼玫姐有上榜吗 我也是 哇 这种的话就是享受人生 因为这一组生肖呢 其实非常爱美的 他到老的时候呢 他绝对不可以 他可以二生不能丑死 对对对对 就是我 这是爱美型的 所以他会想办 因为二生不可以丑死 对对 有道理 我一生追求这一点 对就是美 对于美的东西呢 他非常追求 所以他觉得人生的价值呢 就是在于一定要光献亮丽 对 但是追求美的价值是没有错的 所以越在乎美的东西的人呢 其实他到老 看起来都还是像洋娃娃一样 其实他不太会老 最甜的瞧你 恭喜两位咯 好 来看一下第三组生肖呢 可以保持活力的 就是生肖属虎跟属牛的朋友 哇 早上或下午的 五点到七点出生 就是有时的 或是卯时出生的 这样的人呢 是享受薪资 保持活力哦 他最怕人家说他不懂 所以呢 他到老的时候 看到年轻人在玩LINE啊 或是一些社群网路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我一定要会 他觉得不会的话呢 他会觉得很丢脸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爸爸妈妈呢 传早安图给你的时候 就是属于这种的 很多早安的图片呢 他觉得他要刷 会用智慧型手机 对 他这些要刷一下存在感啊 所以到那个年轻月长的时候呢 这一组是属于刷存在感的 所以你就随喜他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组的生肖命格呢 都是属于月老呢 都要保持青春活力 创造人生价值的这一组哦 恭喜你们